据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日结束了对中国六天的访问,结束时走访了北京的一个科技园区。 据韩联社报道,金正日的专列车星期四下午离开北京,大致朝着朝鲜边境行驶。 离开北京前不久,金正日访问了北京中关村的一家信系技术公司。 北京和平壤都没有公开证实金正日访华,这是他一年中的第三次访华。 不过,据信这名神秘的领导人,星期三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举行了会谈。 过去几天内,有人看到金正日访问中国东部和东北部高度发展地区的几个工业基地。